它其實叫混合 倒在一起 倒在一起 叫做混合 混合有點小麻煩 為什麼小麻煩呢 因為老師說 掌握不變 找到相等 可是 糖水加糖水 糖變了 水變了 糖水也變了 沒有人不變啊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有個東西一定不會變 公式一定不會變 公式一定不會變 公式就是 上面是放糖 下面是放 糖水 糖跟糖水的比例 溶質跟溶液的比例 這公式不會變 這裡有200克的糖水 這裡有300克的糖水 倒在一起 糖水幾克 五萬 夾起來就好 這一杯有糖10公克 這一杯有糖2公克 12 12 加起來就好 所以很簡單 就是你最後的糖水 就是把糖水加起來 最後的糖就是把糖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就好 這種題目 通常糖水不是問題 都不是問題啊 有鹹水120克 有鹹水80克 有鹹水100克 所以這種題目 通常糖水都不是問題 都告訴我 有問題是糖 沒有告訴我 沒有告訴我 百分之三的鹹水 大概是有鹹發多少 沒有告訴我 所以你要知道糖怎麼處理 又回到那個 我說過 可以當公式備起來的東西 溶液質質量等於溶液質量成 百分濃度 所以 就這樣做 糖水加起來 糖加起來 怎麼求糖 溶液質質量等於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下面 三杯糖水加起來 120加80加100 上面 三杯糖加起來 每一杯的糖都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120克 百分之三 80克 百分 五 百分之五 100克 百分之八 三個通通去乘 然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老化 理化結束了 列式會列了 後面全部叫做 數學 算 上面那個3.6 然後4 然後8 下面加起來300 所以變成 三分之15.6 答案叫做 5.2 所以 混合的 叫做 5.2 混合叫5.2 請問 請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請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下一題 練習 下一題 練習要注意一件事情 它最後是加120克的數 所以這一題有兩種解決方法 第一種 前半段做混合 百分之二十五 混百分之四 前半段做混合 後半段做西式 這邊兩段做 先做一次混合 再做一次西式 答案算出來 第二個方法 你把加水120克 當成去加一個 沒有糖的糖水 就等於三杯混合 有意思嗎 就等於三杯混在一塊 只是 最後混的那個糖水和 沒有糖 沒有糖 糖水就是 120克 水分 糖水120克 裡面沒有糖 所以你有 一步做 一步解決 就當做是全部混合 三杯混合 最後混合那一杯是沒有糖的糖水 就是720克的水 這樣子一步做完 就不用分兩步做 看你要怎麼做都OK 都可以 你可以前半步 前半步先做兩杯混合 再做後半步 西式 加水西式 也可以一次做完 等於三杯混合 但是最後那杯混合 那是一個沒有糖的糖水 這樣也OK 都好 都可以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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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再來的人 謝民浩一個 還能浩一個 林秉萱一個 再來解釋 不會就問人 不會就問人 再來解釋 謝民浩一位 還能浩一位 林秉萱一位 不會就問人 不會就問人 該怎麼做 三杯混在一塊 或者是兩杯混合 再加水西式 我會打算 是 是 說 這 就是 你 是 你 是 嗯 3 这个 这个 不是这样 这个 我和你这个 呢 行 你怎麼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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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看了 我打給你先這樣 好 上來 好 上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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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